據加州官員說 因為在狂風的帶動之下山火燒毀廣大地區的財產和建築物 並且迫使超過一千人逃離家園 在加州中部 消防人員花了一日時間在丘聖美地國家公園南部入口的陡峭地形上 建立和鞏固壓制線 以防止山火繼續蔓延 消防員說過去三年的乾旱 乾透的植物內部 大風加上溫度這些條件容易在該地區引起大火 大約600名馬德拉縣居民需要疏散 在北部山火迫使薩克拉門托爾東大約97公里的133個家庭被迫撤離 超過800名消防員正在該地區滅火 這場大火在星期六從邊遠地區看似 但在星期日當到達一個充滿厚目的叢林峽谷時 火勢開始增強 在星期五從邊 進來 三星期六 from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